Hello,大家好,我是Som好,今天做第二节,就是关于侵侵遇到行刺这件事 上一节我就将我录影时最新的资料和大家分析 今次我就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和大家讲一讲究竟 如何看未来这个选战和整个美中关系,美台关系 以及甚至我如何看里面的很多细节的一些比较具细的分析 我会看一下1,2,3,4,5,6,7分7个不同的领域和大家讲一讲关于未来的情况下 第一,川普的勇敢是可以肯定的,OK 即是今时今日你遇到袭击 如果你即场好像1963年,即11月22日在特拉斯,德州JFK John F. Kennedy,甘迺迪总统,35岁,不是35岁,不是35岁,不是35岁 就是说开棚车,然后头一枪,颈一枪,30分钟内即场已经宣告死亡了 即是进入医院时已经宣告死亡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但川普当然不是这样,川普的情况就是说,她是右耳的上方被贯穿 这个是撿回一条命,我很多谢上帝保佑,因为这件事 说真的不是人力可以去决定的一些情况,这些是说运的问题 你被行食是离真的,那粒子弹不是假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第一反应是显现到你的情况 甘迺迪当年,她行食没办法有反应,即死 但你说其他的人士被行食,或者被人襲击 第一个反应很重要 第一个反应告诉大家,你是一个什么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的领袖 是不是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戴卓尔夫人1984年之前 宣言联合声明之前 走到人民大会堂楼梯级的时候 其他人的反应,第一反应是最重要的 这些算是礼貌客套,或者她自己反应的客套 但你的反应看到你的性格 而这些事不是事先彩排出来 是临机应变,你如何去处理这件事 我可以这么说,很多人被襲击都不会立即有这样的反应出来 不会立即有这样的反应出来 但是她的反应是很清楚的 是勇敢 这种勇敢就是令我上起2019年2020年 很多香港的手足 在前线的勇武 一被人敢了落地,整口都是血 警察还要五花大绑地把手在后面绑 用脚压住她的颈子 她依然大叫自己的名字 大叫自己的名字 临艺不乱 而在那种环境之中表现出的勇敢 这种勇敢是香港人有的 我发觉到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即你遇到这些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她自编自导自寅 这个肯定是说假的 是十恶不捨地说假 为什么自编自寅自寅呢 接着说她只不过是做戏 她借这个机 借势 她不是自编自寅自寅 但借这个势做一场戏 给大家看 当时危险未解除 如果她真的要做一场戏给大家看的话 即是你说要做一场戏给大家看 我应该说她是给大家一种信心 去affirm 去confirm大家的信心 就是说你现在选中的 你未来要选择的美国总统 是会勇敢站出来战斗 也都说给那些行空的人知道 我是不会折舵的 我是不会懦弱的 我依然都会fight fight fight 整面血都这么说 是不是 那她当然了 辛苦了很多特勤人士 secret service 因为那些人是压低她 保护着她的 你的死亡 你的生死 是她的责任 但是 你要保护人要这样做 同时全场 全场 是大喊US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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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个勇敢 不是单一的 当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因为静默了一段时间 也都有人尖叫 即肯定知道 assassination 肯定知道 这些人都在凶案发生 全场的人没有染鸡笼 全部都是露天的情况 而枪手在远方 你们众人在明 人的枪手在暗 当时都不知道 那枪手是立即被人击杀了 没有? 都说USA USA USA 你不怕那枪手 不断乱枪掃这些人吗? 所以这个看得到 勇敢的是什么? 这些人不是鼠辈 这些是勇敢的人 唯有这些勇敢才是重要 是不是? 勇敢是很重要 之后那些政治人物 对他们施予慰问的 这些走过场 这个我当然appreciate 我不会说不appreciate 但是这些走过场的仪式的东西 你由外国各方面的领袖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委内瑞拉以色列 一直到拜登 哈利斯 一直到小布殊 奥巴马 卡特 马斯克 等等 基本上都是一种 行礼如仪式的问候 这个不是勇气 但我会appreciate 我会说到这一点 勇敢是很重要的 当你遇到横逆 你第一个反应 被人看到 你会勇敢地去抗争到底 抗战到底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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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精神 这个就是American spirit 我记得 川普在当政的时候 在白宫里面 摆着一个小型的雕像 在他的后面 这个雕像 叫做第七任总统 President Jackson 他很多的心里面的政策 其实跟Jackson非常类似 大家可以读读 这个有关的美国历史 Jackson是怎么死的呢 和比武死的 就是大家拿支枪 对着大家 准备 然后像西部牛仔 这样一顶着头 就砰那些 那些 斗快 射死对方 他当时是中弹 最后就是身亡 这个就是 一个勇敢的精神 这个就是American spirit 你可以介绍很多东西 当时很多的纷争 是用什么解决呢 一用拳头解决 一用枪解决 那当时呢 法治精神 是有法治精神 但有些地方就是说 涉及到 决斗的情况 是刀刀减血的 那西部牛仔的精神呢 就是美国人那种勇敢 开拓的精神 很多左膠就说 这些就是侵略 什么什么 你可以这样说的 你从原住民的角度来说 可以这样说的 但Jackson当时 不是和原住民对决 你搞清楚 他当时就是说 两个人之间的对决 不胜负 这个就叫做 君子之间 去比武的那种方法 不和你隔枪 不和你隔枪 所以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个勇敢精神 是美国立国以来都有这种精神 你老屈他说 你是扮东西 你扮给我看 即是你那个环境之下 你神上线素上升 恐慌 焦虑 惊青 你根本不会做 Fight fight fight的动作 你当时的情况下 你很清醒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人服务 而你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你才会说Fight fight fight 对不对 我说这件事是 我觉得很难得 而他都即时 就是报平安 也都是和大家 不会 就是在那扮 如果扮 如果扮到底 躲在一边 等你生死未卜 都可以的 对不对 他不会 他公开透明的 和大家说 我伤害耳朵 没事 甚至无论 他会出席 这个星期一至四 即是15日至18日 在Milwaukee Wisconsin 举办的 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 RNC 他会出席 而这个RNC 会预期举行 不然之 他会热极高票去当选 所以第一点 是勇敢 第二点是什么 胜算 今天大家看回这件事 他的胜算是什么 他当然 我觉得现在 赢了 就是你不要计 那些什么 差300% 5% 去到今时今日 这个阶段 你今天换什么人 民主党换什么人 你换灯 有些人要换灯 换拜登走 那你换Kammer Harris 哈利斯 或是Michelle Obama 都基本上 你逼不到川普 你怎么知道 现在整个世纪就觉得 这个是英雄 这个是领袖 可以领导国家 你看这个拜登 你民主党 一人一票 逐个州 去选 你自己领袖 87.1% 初选的当选率是拜登 你拜登都这么废 在整个自己 去号召的CNN的辩论大会上 看到你的弱点 看到你的失智 看到你的无能 看到你的软弱 看到你说完无关的东西 看看川普这次这么强 那谁真是能够为美国着想呢 很清楚 不需要再更多的宣传 中间派那些又来的人 都会投给川普 这些事情 你看到未来的一些情况 就会更加显现到有关的一些问题 那这种勇敢呢 我会觉得 这种胜算 我想几乎百分百 即世界上无谓百分百的 99% 可以九成九 赢了 那问题就是说 拜登会不会在民主党里面被人逼退 那种机会不大 你听我一直的节目 你都知道 我从来都认为 拜登一直是会选到底 是有一帮人就说 拜登不要选 拜登不会选 就是那帮左交的评论人 你自己想想哪些人 我知道拜登是会选到底 他也三番四次地说这件事 而经过这件事之后 第一民主党 撤除了所有在电视上买的民主党广告 第二件事就是说 拜登这个竞选工程 和其他人想奪登 想去废登 想去换登 现在不说话 一不说话的时候 你看看 八月下旬 就已经是这个 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了 现在剩下的时间相当有限了 那其他人会不会出来选呢 更加不会 你难道要做拜军之长 那就由拜登、废登出来选 我经常说拜匪、废登 这个人就继续出来选 选到哪个时候呢 选到输为止 OK 反正他都不行了 谁人都输了 找个废登出来输就算了 民主党是会这样想的 这个民主党很多金主 说以后不给拜登钱了 你不给拜登钱 给谁钱呢 而今时今日 你输的 你换了什么人 去跟他输 你以为换了Mitchell Obama 就会比较好些吗 你会觉得换了这个 Karmel Harris 情况就会有改变吗 不会的 不会有改变的 你在别人的伤口上耍炎 还有还有一个东西 这是很多人没有说到的一点 民主党一日到刻 说特朗普的唯一的 take line to take 就是特朗普是一个Dictator 是一个什么呢 独裁者 你说特朗普是一个独裁者 日年年 越来说 每天说 由奥巴马到克林顿 一直说到希拉丽 一直说到贝洛西 一直说到Karmel Harris 一直说到拜登 你说你选择特朗普的话 就选择Dictator 美国的民主就会终结了 那如果按照你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 要私下打电话特朗普 给一个独裁者去对话呢 为什么公开的 要跟大家说 我们是慰问七这个独裁者呢 美国铲除独裁者 无论对付 这个是ISIS 对付 这个不是拜登 拉登 比拉登 对付 比如说以前卡斯特罗 他们都心狠手难 不会 有任何的眷顾的 是不是 哪个独裁者以前 洛列加 记不记得 是这个巴拿马 派加直升机来捉你 军机来捉你 对独裁者 不会有眷顾的 是不是 好像拜登那样 整天要和习近平握手 你自己和他有生意谈 是另一件事 但你会拜登 会不会走去和普京握手 当然你都不会 因为你普京是独裁者 所以你看得到 拜登和中国关系 有多密切 他都不承认 他经常说 习近平的Dictator 你和他握手 好了 今时今日 对Dictator的态度 都知道 不可以手软 是不是 你怎会和我独裁者握手 同框都不会 今天你在慰问川普 整班人 刚刚说了一大堆人 慰问川普 这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之下 不容许有暴力 我完全同意你说这句话 那就是说他自己的民主 选出来的candidate 你要维护这个process 当然要维护这个candidate的生命 这个人是不是独裁者 请问 特朗普在45任总统期间 2016至2020年期间 做过一模独裁的行为 他废除立法司法院 变了Fira 变了希特拉 他又搞这个 盖世太保 敢依为 东厂西厂 去捉人吗 会把司法武器化吗 他有去 禁制人的言论自由吗 他四年以来 有捉过Facebook的朱克白甲吗 四年以来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没有 有没有捉过马斯克 没有 他没有好像 李家超林郑月娥 中联版广告版 习近平的半分 没有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国会山庄冲击案 肯定他是坏人 我再说一次 你的论据是什么 这些人经常说侵侵 冲击国会山庄 号召人 呼吁人 呼吁人 教唆人 去冲击国会山庄 你的证据是什么 哪个时间 哪个地点 做过哪个说话 等同你所说的呼吁 这些人想的事 和国安法指令法官想的一模一样 有没有science的 有没有evidence的 有没有logic common sense heart proof evidence 谁和大家说呢 没有这些东西 说你不去 呼吁人们走 于是你不认 一大堆证据 说明他呼吁人们走 你不看 是不是 你去challenge这个选举制度 你就是独裁的 你就是独裁者 你说拜登当选 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我就说拜登曲线到 现在疑运未解 你自己去问一问 美国那么多的人 知情侵侵 你觉得他们全部盲的 你最有智慧的 他们都是蠢蛋来的 白痴仔来的 是不是敢了 看美国人呢 所以有些人的评论 简直是不知所谓 你可以这样challenge 我跟你摆事实 讲道理 侵侵哪个地方 是违反民主的秩序 哪个地方是违反法治的 你不就说出来 最近联邦主的法院都说 有总统固勉权 我先把这个整开不说 你哪个地方说得到 好了 而当这帮人一路说 川普是个独裁者 那为什么你要为民主选举制度之下 要有公平竞争呢 那你怎么拗啊 我问你了 民主党之后怎么选下去 你们的slogan 是不是要摆出来 你对一个 尔子刚刚被预袭 差点半条命死了的人 说这个人是独裁者 那你知道每一场选举做事都这么说一次 每一场都说 川普是独裁者 选举等于选独裁者 但是我们要慰问他 我们谴责对这个独裁者的暴力 是不是这么说呢 那请问你 你怎样去使得一些中间选民投你票呢 所以川普现在就是睡 我可以说睡在这里赢了 但是川普不会抬却 依然都会很生慢地做 因为他做生意 做人的哲学就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给人家有光明的感觉 像太阳一样发放出光明与温暖的感觉 这个是他人的性格 他是大嘴巴 你是我 我都不会大嘴巴的人 他是大嘴巴 说话呢 很多跨色的成分 但是他说的方向是正确的 美国是需要真真正正的reform 不是revolution 是reform 而这个reform的话呢 是需要由川普第47任总统 川普继续推动的 在这个时刻 根本民主党换哪个选 都没有办法有效地打出 川普侵视独裁者这张牌 一打出来会有很大的反效果 那请问一群Climate Harris 和那些michelle obama 他可以怎样 作逼上官 是拜登废得你选包他 帮你了帮你了 但是个个都在找退路 在找Plan B 在想2028的事 这个就是整群民主党的事 所以川普胜算大幅提高 中间派游来派 分分钟又不投票 或者投民主党 转做投共和党 机会很大 连动到参众议院选举 都会有影响 分分钟 总统 参议院 众议院 都是由红的 即是 共和党的势力去奪得 第三件事 美国要团结 即使有这么多分分摇摇 我认为美国一定要团结一致 团结一致的重点就是 我们看得到 你喜欢听也好 不喜欢听也好 很多lib service也好 美国的不分左右 新构的领袖 都一致谴责 这个枪手的行为 好像叫Thomas Cook 20岁 他是被逮捕 而不是逮捕 而是被杀害 即是被 正当防卫的枪杀 在击杀他之后 你会发觉到 每个人都不会 为他而留半滴泪 是为那些被他击杀的 一个人 和另外两个重伤的人 去祈祷的 特朗普也都为他的安全感到 看顏 看顏 但依然为他默默祈祷的 这一点就是 美国会团结一致 我希望这个契机 不是做一些 分化左右派的行为 归根结底 我希望整个美国能够走在一起 今时今日 无论你看CNN BBC ABC FOX News 到News Max 等等 左右左右的所有媒体 都不会在这个地方 在侵侵的伤口上耍炎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说这个是 自编自编自演的一件事 不会的 大家会慰问一个 前总统 和总统 未来的参选人 也都是未来的总统 而拜登也都一定要说这些说话 很多东西不敢说 再问多些 他说 This is my opinion Fact is a fact Opinion is not a fact 接着 躲起来 基本上就是等待 他们现在睡醒之后 他要睡觉 是不是 他睡醒之后 他就开会 就是检讨究竟 Fact是什么 才可以做 有关的判断 但怎样都好 好 今时今日 民主党 都基本上向Trump 伸出一个橄榄枝 起码为慰问 共和党 亦都希望 在这个地方 可以不要这么拔胡囂张 亦都希望 和一些和自己不同正面的人 知道 美国只得一个 要大家团结为一美国 不要被人再左右分发 这一点 是中国与俄罗斯的最痛 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些政权 其实很希望看到美国左右分发 但这件事 立即看到的效果 第一 侵侵大难不死 第二 很多人不分左右 共同是 慰问侵侵 谴责暴力 守护美国 尊重民主 希望这个选举如期举行 共和党的 党全国代表大会 如期举行 民主党也会这样 我们也来拜登 废登 特败匪 或者你之后的卡特哈里斯 或者米歇尔奥巴马 尼尔森 whorever 总之 在这件事上面都要 为民侵侵 权结一致 守护民主 谴责暴力 撤查案件 这个我想是跨党派的共识 这个跨党派的共识 比抗中 对抗中国 对抗俄罗斯更加大 对抗俄罗斯更加大 我想每个人 心里面有多少个部分 都好 他一定要 这条线 你偏离这条线 你根本要卖国 这个对美国不利 所以团结一致 为美国 我想是左右派 重新这么多年 由奥巴马时代 8年执政 OK 接着川普时代 4年执政 拜登时代 4年执政 前后这16年的时间 其实美国开始 慢慢左右分化 越来越严重 这个严重的责任在哪里呢 我觉得是美国 释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尤其左派势力的兴起 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严重 导致反作用力 就是右派 会对他们激烈的斗争 激烈的反驳 但去到这个生死关头 大家是否要依然 继续拗下去呢 或在这件事上 起码在几天之内 团结一致 吓破胆 昨天我说过 中国和俄罗斯的策略就是什么 就是看到你左右派要分裂 于是 尿左面可以分裂 尿右面也希望你分裂 用2025计划分裂右派内部 用这个 换灯的事件 来分裂左派内部 现在一宗枪击案 我等一下说 枪击案是谁做的 一宗枪击案 导致什么结果呢 这些扰乱 停了 再加上左右派 以为已经分裂了洪沟 好像 大家 根本上都在一起的 小弟 有很多在美国认识的朋友 互相合作的人也会有 我可以这么说 很大部分都是左派的人士 支持民主党的 我们在政见上未必一致 当然我也不是美国人 但政见就涉及到你的价值观 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或者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 或者民主党的精神 或者保守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共和党的精神 这些是不同的 OK 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都会合作 我时常说 我说的一件事 在抗中 保美 援港 挺台 这几个重要环节上面 我们觉得 和不同的党派人士 都要形成一个 bipartisan alliance 是bipartisan alliance 做人呢 不可以说 今天你不停侵 一定是坏人 或者那些拜登 你不停拜登 一定是坏人 你不停拜登 就是你没有法治观念 有些人跟我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样的说法 可以优异 真正的观点是什么呢 无论什么政见的人 只要是支持民主 欠证法治自由人权的 美利坚的合纵国的秩序 这个国家 希望这个国家壮大 而很多的其他 包括台湾 日本 韩国 在内的各国呢 都能够在这个地方 互相形成一个 互相关照的一个 共荣圈 这个就是最重要 OK 我们不是要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一 台湾是一个小国 但是一个好国 好国好民 亦都要和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 结盟在一起 这一点是不动摇不改变的 而美国的强大与团结 台湾是乐见 很多的游说 对于香港也好 对于台湾也好的游说 都是bipartisan的 efforts 跨党派的努力 而这一点我希望 他们两个之间的 所谓的裂行 越来越少 有人有所觉悟 尤其是深切觉悟 这个 Trump 并不是一个独裁者 我想这一点才是最重要 这个是 很多人乱说了这么多年 废说当秘笈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 有很多人说 特朗普对香港人不利 如果你真的要讨论这么小的问题 我可以跟你说 特朗普怎么会对香港的移民难民不利呢 特朗普是要支持合法的移民 而合法的移民都是那些 特朗普也会延续对于美国难民 即香港滞美的人的DEA 那你说这个情况 会否给到他有个track 去变成公民各方面的东西 那你看看自己本身 可不可以拿到work visa 或者有其他方式去处理 那你说美国是否很吸引难民 是 美国不止吸引难民 open borders很严重 所以你要祈求美国 是对香港人卖大包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是 你站在美国立裁的 你立裁是不通的 同时 亲港国的欢迎合法的移民 投资也好 工作也好 学生变工作也好 这些合法的移民 但不支持非法的移民 譬如有些人呢 在那里把香港人混在中国人那里 这几年 由墨西哥愿越边境 去到加州或者阿里桑那州 大有人在 这些非法移民 我绝不鼓励 而且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因为你就算 在州去收容你 你是违反联邦法律 我怎会做律师 先和大家做一些违法的事 而这件事 是影衰自己的躲 做非法入境者 有些人走到欧洲 非洲 然后再搭去南美 逐个国家 由秘劳 一路上上上上 上到墨西哥 走进去都有 香港人也有 中国人也有 香港人比较少 中国人有很多 数以万计的 不止万计 十万百万计的 这些情况 拜登肆虐无睹 这个是他的失职 美国不可能是 像一个 green run 任你人来的 做国家没有国界 就如鸡蛋没有蛋壳 就如细胞没有细胞壁 或细胞膜 怎可能呢 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是不是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先生 可以开放性关系 和任何人都可以做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呢 当然不会这样的 是吧 梁朝和刘家宁德 不是代表个个都是这样做的 是吧 所以我就说了 很多的东西 并不是用一种 嘿 美国大把 怎样虚都虚得起 欢迎各国有难的人 逃离美国 立即给你录卡 加身份证 什么都有 这个不是叫做国家 这个是垃圾缸 所以我就说了 去到今时今日 怎可能这样去处理国家问题呢 是不是 即是讲开有一段话来说 OK 跟着来 第四样东西 撤查 撤查 什么叫撤查呢 是谁做的 OK 两个焦点 一 是不是有一些呢 常常相信 侵侵是独裁者那群左胶 去做的 他的动机可能是窮 可能是 痴妈根 我举个痴妈根的例子给你听 比如说在1981年3月30日 大家很出名的 就是 侵侵遇食案之前 即是前面那一次就是1981年 事件43年 1981年3月30日 当时当选总统 就任69日的列根总统 Ronald Reagan 在DC 希尔顿酒店门外 是遇襲的 遇刺的 他的枪手 真的是 痴妈根 这个枪手 叫John Hinkley Hinkley H-I-N-C-K-L-E-Y 他当时 真的是痴妈根 的 因为他说他心目中就很喜欢一个 当时的电影的明星 叫做Jody Forster Jody Forster 这个Jody Forster 现在都很出名 他喜欢一个女星 所以他做些事情 去吸引他的注意 使他喜欢自己 知道自己很勇敢 于是 Jody Forster 这些旧患 依然会出现 OK 但肯定就是他做总统的时候 不会像有人 老人痴呆 OK 那么列根 81年 1月 上任总统 3月30日 发生这个 被人预袭 相当令人痛心 他的肺 基本上被打到 是内出血 伤身的 所以当时 他的反应 没办法站起来 在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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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 这是无意义 无毫无意义 无毫无意义 所以 Ronald Reagan 181年 这件事 是重要的 是一个瘋狂 最后 瘋狂狂 会怎样呢 定据法院審 insanity defense 他是没有责任能力 因为他是精神错乱 既然精神错乱 没有办法判夹 就进入精神病院 一直压压压压压到哪个时候才放出来 2016年才放出来 所以第一 当场没有射杀这个兇手 是当场捉了这个兇手 第二件事 就是他没有被判夹 是判入精神病院 到2016年 就永久获释 现在他的情况如何 就是 没人知道 可能有人知道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看John Hinkley的故事 那无论如何 这也好 当时候没有击杀到的兇手 今次特勤人员击杀到的兇手 所以我给回一个很大的credit 给这群secret service agents 他们能够将 当时这个兇手 Thomas Crookes 当场击杀 这个是相当难得 OK 我就说了 撤查案件 可能是他反政府 反政府可能是瘋狂的 那这个是不是瘋狂呢 要调查 我现在出了做节目 我不可以说一定是怎样 一定是怎样 那我根据什么 才可以 我flash out一些可能的情况 可能是瘋狂的 是不是 可能是他 很讨厌侵侵的 可能他觉得要 威给别人看 接着又争侵侵的 两样加在一起 都有可能 那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要调查 那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要调查 这个investigation 的 是这个 Merrick Garland 那我觉得 这帮人 会不会真的做出一个 合法合理的 这个做法呢 那就看回 他是否确守 自己做一个公正司法的本分 那 我们期待 但是不会有过度的期待 OK 但同时大家知道 就是 美国总统遇食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 川普不是第一次 列根都不是第一次 那么近世最有名的例子 就不外乎是几样 一个就是1963年 金拉迪总统 John F. Kennedy 第35任总统 就在11月22日 在特拉斯 德州 就是被击杀 刚刚说过 那就 后来就是 占心去继任 1968年 到了这个GFK的弟弟 RFK Robert F. Kennedy 就是前任 就是当时 曾经做过这个司法部长 就是当时 亦都是被刺杀 那跟着 1972年 这个还不特别 他呢 应该说是 独立派的人士 George Wallace George Wallace 就是被人刺杀 因为他要竞逐 因为他当时 跟民主党的候选人 加上共和党的候选人 共和党候选人 就是李克遜 就是竞逐这个总统的大位 1972年 OK 而当时 George Wallace 亦是选举的时候 被人杀害的 导致他半生 不遂一世 后来他已经过世了 就是他 亦都活得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他 半生不遂之后 就是 完全变成了一个 民主党人 去为黑人人民权 去做当事 当时的民主党 其实不是那么黑我争的 就是你不要用现在的民主党 等同于当时的民主党 当时的民主党 为黑人的人权 鼓与呼 亦都一世人 鼓励黑人去从政 也希望黑人加入自己的团队 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就是你对于种族问题 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 我想 活到现在 他会不会支持 那种critical race theory 未必 我不知道 未必 但当时的社会主义 是以阶级作动员 当时还未去到一种 用种族 性别 环保 作为三反动员阶段 由Michelle Foucault 吹出来的 整个左派的暴力运动 当时未去到那么离谱 当时才开始 但没有现在 今日的情况 站在右派的立场 我再说多次 右派的foundation 绝对不是 你们说的什么希特拉 种族灭绝 不是说这些东西 那些不是极右 我再说一次 很多人在留言里说 我们既要反极左 也反极右 这些是你自己读得中庸 大学 孟子论语多 其实没有这些东西 极右 其实等于极左 在我的心目中 在我的表象中 为什么呢 右派的foundation 就是Christianity 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 经过宗教改革之后 基本上那些信念是什么呢 人与神的关系 就是人权 人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生来不平等 是因为主对我们的爱 和恩情是平等 所以人权是平等 人权既然是平等 无论你是窮的 有钱的 男女 老少 残弱 以及健康 都一样 你的种族是什么 在所不问 这叫做 人人在法律下平等 而不是人人平等 差几个字 差几个字 人与人之间 当然不平等 有些人出世 金锁是 钓着银时间出世的 OK 很有钱的 不用做的 有些人一出世 很聪明的 智商一百九二百的 有些人一出世 哇 就是呢 撿到宝 運气好得不得了 每个人不平等的 怎会平等呢 亦都不可以强求这种平等 不可能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平等 无论你多 多惨也好 多有钱也好 基本上你要面对的都是 生老病死 上帝的裁判 而上帝拿把尺 是一样的 OK All lives matter 当所有的人都是 和神的关系平等的时候 这是人权 因为上帝保障你的生命 身体 自由 名誉 健康 财富 等等各方面的东西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关顾黑人 关顾弱势 是基于一个上帝的爱 你看马丁路德金 人权的领袖 民权领袖 是很值得推崇 右派很多人 和左派现在很多人 当时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是打压黑人人权的兇手 所以这件事是因为他们 是违背了基督教义 然后呢 基督教本身的教义 是随着时间年代 是不断地反省 改良 重新去interpret Bible讲的东西 而将真正的Christianity shine 出来 这个就是上帝的 荣光与道路 让人通过他的制衡 以及反省 让这个宗教很多的毒素排除 好了 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所知道的Christianity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黑人白人平等的人权 人权是平等的 所以你说 当时刚刚讲的 George Wallace 独立派的人士 因为行识 本身不遂 之后投入黑人民权 我是激致赞赏的 这个就是Christianity 右派极度支持的一件事 左派如何维护黑人人权呢 左派他说的是什么呢 哦 你升大学 我就要加分给你 哦 你黑人 数学不用考 你这些亚裔美国人 你那些白种人 全部都是更高标准 黑人 天生被你压逼 不认蠢 天生被你压逼 所以他不需要考 所以看到 每个大学 一大堆的黑人 老师黑人 学生 保障明硬 他们叫这些 affirmative action 而事实上 这件事是荒谬的 因为你想想 他是将扭曲的东西 他叫做什么呢 矫枉必须过正 他在想着这件事 Kimnicka 以前我读政治哲学的时候 就是那些人推动这件事 结果什么呢 搞到非常不公平 接着Black Lives Matter 女人可以走入男次 男人可以走入女次 变性人可以性侵入女生 不以为此 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是吻灭了很多人性 这些叫做西方由八九十年代 吹出来的那种后现代的狂潮 一直去到左派的咒兴 会导致到 现在很多大学里 九成的老师都是左派的人 九成的学生都是左派的人 而他们以为 他们用自己的设计 自己的规则 伦理 道德 法律 这些man made的东西 去取代Bible 这些man made rules 去取代God made rules 结果就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而这种偏离 导致到这么大的分跌的主因就是这样 后面有什么波兰的推动呢 Quad AOC 背后有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 甚至俄罗斯 都在后面 暗中私力 分化美国 我想美国要在地方 要深切的反省 OK 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五点 观念价值 我先讲这个 这一点 但肯定就是 列根的地方 提到 要審查 我什么第四点就是 撤查这件事 撤查这件事 是什么呢 我们要撤查究竟 整件事是谁做的 好了 两个方向 第一 就是那些 信封 侵侵是独裁者的左派癫佬 他有很多原因的 譬如说他可能是窮 可能是癫 可能是人家疏擺 我们要搞清楚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这个人是孤狼 再说一次 这个人是孤狼 是一个人在前面打的 还是后面有个集团 找他人打手呢 他是一个工具 棋子 还是一个孤狼呢 据现场看法就是 他击杀不是自杀 也不是被人杀 而是被那班特勤部队的人 开枪射死 我觉得暂时看似乎是孤狼的机会 是占优的 但是呢 现在还未定论 因为案件发生到 现在十几个小时 要好好调查 孤狼是一个比较 Plan A的情况 会不会是别人指使的呢 如果别人指使 虽然这个 in the unlikely case 是有人指使的话 那是谁指使呢 指向两个方向 一 后面的深层政府 因为大家知道 杀人要讲动机的嘛 那么久以来 谁想侵侵死呢 不是我嘛 最想侵侵死 他的敌人 他的敌人是哪些人 左派 深层政府 奥巴马只是深层政府的边缘 而已嘛 那到最后 你会发觉到 我想你深层政府 的机会不是很大 OK 因为深层政府呢 他们会有更多有效的方式 去玩鬼你的 行不行 如果深层政府 只是想要赢这场选举 他不需要你死的 你死呢 会激起更多 他深层政府 控制不了的后遺症 导致到他都不知道怎么搞 好像这件事 那样 你想想的后果上面 效果 是谁赢 川普赢 新层政府 输 深层政府 输 深层政府 就算想你死 都不会用这个方式 来把你搞 搞你了 他为什么当众去 搞你 搞到天怒人怨 我这个机会不是说没有 但是说这个机会是微中之微 比较后面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深层政府的分别是什么呢 中共呢 他理得你死不死 最重要是搞乱你 搞哭你 搞坏你 实在你内斗 内乱 就最开心了 OK 他在想什么 是否侵侵能够选得到 他当然想你掠下你了 因为 中共觉得掠下你 是plan A 你死的话 今天没有个大头和我对抗 拜登和我有计谈的 拜登说我Dictator 又说Putin是Dictator 但他和他没有计谈 和我有计谈的 是不是 I love Biden I like Biden she didn't 这样的嘛 那如果你说对于川普会怎么说 哇 100%关税 四年来玩我 当我手 九只手的骗法 然后说 习名习好嘛 那些 这些东西呢 是习近平习猪头 绝对没办法忍受的 你问我呢 川普是制造对于他们来说 极高的不确定性 而那些确定的地方 都是坏的 未确定有可能好的地方 全部都是不确定的 其实那些不确定 最后都是坏的 对中共是坏的消息 那你说 这个 习近平 怎会先服气呢 不会嘛 是不是 所以有动机杀退 习近平 绝对有动机杀侵侵 你说动机 yes 你FBI调查 你首先要罗列所有动机 OK 由癫佬一路去到 左交一路到 深层政府一路去到 他不说新闻政府 因为FBI就是深层政府 OK 那FBI就好 有些后面的建制派的人物 接着呢 中共 这个俄罗斯杀侵侵 机会大不大呢 不大了 因为停止俄乌战争 就是说道明嘛 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共产党 要不 要不 就是会杀侵侵呢 我到今天为止 看不到习近平出来 说过半句 啊 就是对你慰问的消息 没有啊 OK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委内瑞拉 都有啊 以色列都有 未有中国 OK 好了 你讲 最后没有出来 说话 你任他说 但是你就是 习近平 真的要杀侵侵的动机 他杀侵侵的动机 甚至没有强过深层政府 因为深层政府要赢 中国共产党最后没有赢 赢不赢得 赢得最开心 就是民主党赢得最开心 赢不赢得最开心 搞得你害怕 搞得你疾 那么这个机会大不大呢 有 他在unlikely case 就是有人指示的情况之下 他在一个比较可能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件事的话 likely case 是孤狼襲击 OK unlikely case 就是深层政府 或者是中共 而我认为中共 打的机会 分分钟更大过深层政府 不过 this is in the unlikely case 比较机会 没有那么高的 case 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的分析层次 OK 我认为大家要撤查这件事 不能让它放纵 FBI现在是7月 这件事要查到什么时候呢 我相信Mary Garland 不会等到这个选举之后的 因为呢 FBI会换人的 侵侵换新人的 所以他一定要 赶及在这几个月之内 撤查这件案件 因为这件案件 一直没有一个 这个 确定的一些真相去浮现的话呢 那很可能会影响到选情 那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民主党用这个地方做杠杆 来加油添操 来影响未来 即希望拜登能够拜步复活呢 分分钟有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都好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呈现真相最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各个人 都看回FBI这个调查报告 和他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是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低 还是用这种 Tilting的方式 再抹黑侵一次 以前搞到的四大刑案 现在会不会再这样搞下去呢 我不知道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川普的勇敢 川普的胜算 美国的团结 呼吁各界 尊重美国核心的观念价值和秩序 撤查中共在这件事件的责任 这个很重要 第六件事 最后来讲一讲的 就是关于这个 国际观感和台湾香港的事情 就是台国际 台湾香港 如何去看回整件这样的大事呢 我会觉得这件事 表面上是一件遗憾的事 实际上 效果上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看到 川普的领袖魅力 在他勇毅 川普更大机会有胜算 美国在这件事 呼吁更强的团结 而只有美国的独立司法 能够撤查这件案件 看清楚有关的情况 中国在这件事件 捡不到便宜 即是他执不了任何的东西 使得他觉得 哎呀 第一你弄不走侵侵 侵侵更加踏实会当算 第二 美国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中间派更加往右派靠拢 就算左派不同意侵侵 亦都会谴责暴力 慰问侵侵 这件事看得到 美国上下一心 中俄无所施力 而这个地方 我都说过了 整个家局里面 美国如果能够强起来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对于台湾更有利 对于日本更有利 对于韩国更有利 对于世界民主制限更有利 而侵侵当选 英国和欧洲各国 那些经常都不给钱的人 即是叫做freeriders 拿美国的好处 拿北约的好处 而自己不contribute 一个fair among fair portion那班人 是不是应该要拿钱出来做 你预计到侵侵会赢了 现在你们各国研判的预案里面 侵侵会赢的机会越来越高了 是不是要想清楚 自己要付出你的应有的金钱 去换取美国的保障 美国的军队的支持 军火的支持 经济贸易各方面的支援 而这件事的话 会使得美国更加强 OK 美国更加强 而更加强的话 对台湾越有利 这些不是所谓那些左交 或者那些所谓的 那些叫做中共那些人 批评我的人 不外力不外力不外力 一类叫做中共的人 中国人不需要理他 如果你以为左交的话 就说他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他美国这个独自的帝国主义是不好的 凡帝国主义都要反 我们就要民族解放 让这个台湾能够站起来 然后呢 就觉得台湾这个站起来的独立的精神 是建基于反帝的情况 既要反日本的大帝国 也都反中国的大帝国 更加要反美国的大帝国 那么自己就 首先美国是不是帝国呢 我也是一个大移民 美帝美帝讲了这么多年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今时今日 是要和一些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为世独立的 美国对台湾帮助不大 多少个军人在这个地方 多少个反导弹的系统在美国操控著 多少个无人机可以揣扰 共击的地方在美国掌握著 没有军臂 没有军握 没有军人 才站起来 所以就说 我在这个地方 我感谢美国 也都感谢日本 更加感谢台湾 正因为站在一起 我们才会更加壮大 侵侵不会离弃台湾 那些今天左交 就是信奉那些 看那些CNN BBC BMSNBC ABC 看到脑筋都坏了 就以为 侵侵来到主政的时候 创造极高的不确定性 他会离弃台湾 出卖台湾 换取和中国的交往 会离弃湾 等于离弃台湾 这些这样的说法 完全是荒谬的 OK 所以我以前都说过 我希望今次再说多一次 美国 因为台湾是美国核心利益 无论是民主党 和共和党执政都一样 我对拜登政府是有微言的 因为他未必是劲及理及去保障 特朗普说 对台湾可以很凶狠 但心是基本上和台湾暂在一起 你2016至2020年的时间 你看一看发生什么事 大家就很清楚 不要这么左膠 不要这么蠢 那些事就会晴明清澈 透切明了 OK 我讲这些事 可能长期甚期讲很多东西 但我想这个分析框架 这六个分析框架 OK 开始讲七个 现在六个分析框架 再讲一次 勇敢 胜算 团结 撤查 观念价值 还有国际与台湾 对于 这个 美国的关系 这六点 是我们整个分析框架 很重要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想法 那我刚刚都旁睛博印 很久知道和大家去分析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所有的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和赞助支持本人 那我这一集时间比较长一些 那我等一下 今天晚上 即是会播出这个自由 这个是 这个是中央广播电台 已经录了自由广场的节目 那就是8点和9点播出的 即是台湾时间 那敬请到时留意收看 那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